来到纽约长岛南岸的一个公园 然后抓一些螃蟹 刚才已经操到了一些螃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桶里面抓的不多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然后水面上面的螃蟹也越来越少 但是水底下有很多 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在水底下抓几个 除非用的鱼耳还是上次我在前几期的视频里面 自己切的 如果你们没看到这个鱼耳是怎么切的话 你们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视频 用的吊阻还是一样 但是这个吊阻我已经改了一下 就是把下面的钩子更接近重量了 这样的话尤其抓螃蟹的话 比较好 因为螃蟹在底底下面 你如果钩子下面那钩子太高的话 它吃不到 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钓到螃蟹 刚才我是感觉有被鱼咬了一下 如果是钓螃蟹的话 你不用抛的很远 只要这里沉下去就可以 所以沉下去以后 你也可以拿在蟹上 不过太累就是放在旁边 然后就看那钩子 网在旁边一定要放好 就要放在你拿得到的地方 因为蓝蟹很聪明 它一到水面上面时间很短 它就会放手 所以说网一定要放在旁边拿得到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下面下面有没有螃蟹 今天晚上水草比较少 所以钓螃蟹钓起来 相对来说稍微容易一些 如果太多水草的话就很难钓 因为你的鱼饶会被水草给包起来 味道不会出来了 好想起来有一只螃蟹在上面吗 真的有一只螃蟹 对在上面 然后你转线的时候一定要慢 太快的话一下子它就走了 好像跑掉了 跑掉不要紧 还是在老地方 肯定它还会吃 啊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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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 这次还在 这次还在 暂停下面 然后水面上面看见它的时候 往下要准备好 就是这样抄起来 好 但是这只应该不能拿 已经是有纸在后面了 已经是有纸在后面了 这只尺寸是肯定够 但是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一坨后面的纸在后面 这是因为它的残软 所以是不能拿 只能扔回去 又有一个 很大一个 这只好像没有纸 看一下 你还想跑出来 这只没有纸 这只可以拿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只母系 抓螃蟹 一定要抓它后面两只脚 然后这样的 它是最安全的 它强到你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我已经打了三个 两个人都生了 那是一个很好的 那是一个 我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 对吗 对吗 那是真的 你会死 你会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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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3-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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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的 好小 小小小的 好 好 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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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